幾年之後 女生自己聯絡我 就跟我說 問我最近好不好 然後 妳還會接她電話 因為我們那時候 其實分開說我們 我又不是真的這樣鬧翻的 就是 我有很重情啦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 但他們真的後來也結婚了 女生打給我 就是問我說 妳願意來嗎 畢竟 其實我們兩個人 最後可以走到這裡是 就是因為妳啦 妳真是 哇塞 妳有去嗎 我就去了 妳還沒去 真假的 就撒A了 對 我就去了 而且我還真的是 包個大包的 妳一定包單數對不對 沒有 我還一定包大包 那時候也沒 就是還沒 也不是說 反正就是怕妳就算 就是反正就是 妳該不會還上台致詞了吧 沒有 但是我在什麼時候走的 你知道嗎 就是在他們看影片的時候 我發現 就是男生在某些 就是他的髮型 我發現他們在 我們還沒有分之前 他們就有很多 從別的 坐在那邊 我突然覺得 好像有點真的被侮辱的 那時候 對 有點難堪耶 對 要是我就會上台致詞 如果當初不是我的退出 你們兩個不會走到今天 祝你們幸福 對啊 其實 但是我覺得感情這事情真的 自己碰到就很容易會掀在臉 可是妳會發現 其實快刀斬亂才是 也是 對自己 有那種方式 對啊 才是這個方式 然後不要一直陷在那個苦毒裡面 我跟你講真的好多那種 離婚的分手的 之後就會一直碰到人在 比如說他離婚剛分手 在講同樣的事情 三年後遇到他 他還在講同樣的事情 你就知道這個走不出來 所以其實聽完這麼多痛苦的事件 可是感情的問題 好像不是網友心中的第一名 是嗎 其他痛苦的 還有 對 當然除了感情之外 還有生活上的一些狀況 比如說第四名 就是會有一些小災禍產生 讓你隨事不斷 還有第一名 我做什麼事都很努力 但是我還是接二連三的吃飯 網友就表示 就是如果在同一個地方跌倒之後 還可以忍痛站起來 但是還沒有站起來之前 就連摔帶滾下去 這上天的指示是什麼 你知道嗎 就是 真的 還有另外一個也是這個 小災禍產生諸事不順 對 宇童也有對不對 我有 又來了 我記得有一陣子妳好像一直在受傷 對 那個時候是從 有一次我去牽車 然後我就牽車的時候 我覺得我車子看起來怪怪的 就覺得怎麼怪怪的 然後我就這樣 就是去開車門的時候 我才發現原來我擋風玻璃破了 就是因為妳當下看妳 妳正面看妳不覺得嗎 因為擋風就是透明 那時候我還沒貼黑 所以妳就是覺得 好像沒什麼不一樣 好乾燥喔 沒什麼不一樣 到開車門後 怎麼全都是碎玻璃在那個地方 因為那時候要 那個人家偷我的那個 那個叫什麼 不是行車紀錄器 就導航啦 然後我車好不容易修好 我就在路上 就是工作的路上 就是在內湖 我就出了個車禍 夾心餅乾碗 還是中間那個 腦震蕩 就是才剛剛就是修完車喔 然後我就腦震蕩 然後大概過了三個月 想說總算運氣好一點了 就是試上一個日本的戲 那時候他們說 日本導演決定就是要用妳 但是因為前置 就是有個作業的 前置作業 妳要先飛去日本 然後呢我一到那邊 我莫名的 我從來沒長過 就是那個嘴角長過那個砲枕 我一到日本 我就長砲枕 就是跟導演第一次 就是見面 然後重點是呢 我回台灣就好了 就是很莫名 然後後來呢 我又再去日本工作嘛 那那個時候還是夏天 多衰 夏天喔 日本突然有一年 那個夏天突然下冰雹 還有出新聞 就等於我正在拍的時候 超級冷 然後我就重感冒 然後還長睜眼 妳就身體很不舒服嘛 好 然後重點是好了 我還弄丟了3萬塊台幣 就是在日本 為什麼 被偷走 天啊 我在日本 就是日本人家去那邊都是那種 氣色很好 因為水質好嘛 對 然後又覺得那邊什麼都很OK啊 自助旅行什麼 也是很安全的 沒有 我在那邊就是 水土不服 長針眼 然後前右背頭這樣 大概這樣說 前後有快一年 天啊 然後我就跟我朋友說 我朋友覺得妳這樣真的是 不行啦 我覺得妳磁場可能不太好 所以我有一陣子 後來一回來台灣 我就去拍那什麼磁場照 然後我就買了很多這種 改變磁場的 鐵隕石 你不要看它這樣 我那時候買都是 我這邊這樣子有好幾萬的 蛤 我這不是三條一百這樣子 沒有 它這個都是那種什麼石頭 什麼隕石 這不是台北車站後面 有賣的材料集團 沒有 這是你要去湯山 其實我之前直播也有賣過這個 對啊 那是不是真的會改磁場 它這一條都五六千耶 然後還有這個七千的 你改磁場之前應該 已經被騙不少錢了 你看 你看他都沒有講話 你看 然後還有這個 你要說有 有好 那個好棒喔 那個真的很有感覺 對 會改變你的磁場 會有涼涼的感覺是不是 我是覺得好像有好一點 我覺得有 爸 因為磁場都看起來都黑黑 就只有一點光 需要一些這種來改善 然後我就有再去拍 好像那個都會有一點顏色 就是用調的嘛 是不是 看這個人的消費紀錄 看調到哪一個 你等一下到休息室 我幫你拍一張 好的 那有時候工作不順 其實也是會影響到身心靈 真的 也是會很欲阻 那所以阿諾真的 自己今天也要來喊一下 主持節目 拼拼被罵 壓力大到 每晚做惡夢 真的是 你知道嗎 因為我剛就是出道的時候 我每次都會覺得說 那是我人生中很難 也是很難經歷過的一段經驗 因為那時候粉絲六千人 可是呢 會有人專門開那種 那種社論壇 罵我 然後那個社團裡面 兩萬多人 不給你的六千人 你的粉絲六千 還要多 可是你知道嗎 因為那時候剛出道 然後口條不好 就常常人家就會說 你講 每次講都是那幾個形容詞 但是其實因為我本身就是 以前唸書真的沒唸好 然後我後期為了這個節目 我其實也有常常做功課 然後去看什麼 前輩都怎麼主持 我都還寫筆記 他們都會怎麼形容這樣子 吃東西的感覺 或者是我還會去看詞譜 看旅遊書 人家是怎麼去形容一個店家 我其實都有做功課 不是說好吃 對 不是這樣子 但是你知道嗎 我做了功課 腦子記不起來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那用不用得出來 又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那時候你知道 每天都很緊繃 然後可能不只是網友 可能有時候當然就是你拍不順 製作單位也會覺得 浪費他們的時間 也會唸你一下 所以前前後後這樣子的時候 我每一天晚上都會夢到我被罵 我就是這樣 對不起 我壓力好大喔 然後那時候你知道 那是心裡的痛苦 就是因為你睡不好 然後呢 現在是真的痛了 真的身體的痛苦就來了 我就那個內分泌失調 然後女生有一種蜜乳激素 我就滅乳激素過高 然後那個東西過高的時候呢 胸部就會漲得很大很大 很好啊 這時候聽起來 是不是會覺得好像很棒啊 那不是生病嗎 因為那時候漲得很大很大的時候呢 你只要 我只要這樣側碎 不小心碰到 我是有一種那種 你拿針 那種 不是一根針而已 也是那種 刺球 這樣插我的那種感覺 會痛喔 很痛 所以那時候就是你心裡也不舒服 你身體也是 那走路這樣晃動也是會痛 就是反正他在動 穿衣服摩擦都會痛 對 連穿內衣都會痛 男生很難 也是很難經歷到 就那時候就去看 你就想像你那種六倍大這樣 對 然後穿內褲都痛 然後反正重點是我那時候 就去看醫生 醫生就說女生只要睡眠不好 其實很容易有這樣子的狀況 所以我唯一能 就我嚴重的程度 又不到要吃藥 他就說你可不可以先用你的 就先調理你的身心 讓自己心裡快樂一點 其實超討厭聽到醫生說 你可以讓自己快樂一點 你就會好一點 我能讓自己快樂一點 我還會來看醫生嗎 對 好 這是另外一件事 所以我那時候 是調理 身體調理了一年 我就是不接 超過九點以後的工作 我就是讓自己好好休息 就是先從調理 調生活作息開始 所以我那時候這樣一年下來 我是把自己真的是修行 調回來的 才好一點 我有一陣子也是因為 不知道為什麼 就胃酸逆流去燒到喉嚨 你知道嗎 所以在唱歌的時候就會 就會變成這樣 然後你開始比如說半年 半年後的那一個活動 或是什麼 你就已經開始在緊張了 會 怎麼辦 然後到時候要表演 然後我在演唱會 或是我要怎麼辦 就會有這種 越緊張胃酸你了 又會更嚴重 對 然後這越更嚴重的時候 你就會惡性 我有一陣子也是都沒睡好 然後就一直做噩夢 然後是夢到我自己染疫 大家記不記得我之前出外景 然後09不是確診 對 因為他確診前 最後一次我跟他出外景 然後我那一次 我聽到他的消息的時候 我就很緊張 如果我也中的話 對 因為這中間我不知道 接觸了多少人 我要害多少人 要隔離 對 然後對 我女兒 然後又想到說 我要怎麼樣去通知這些人 大家是會不會嚇死 會不會大家會怪我 然後就想到晚上就做噩夢 好幾次我都夢到我自己中 然後感染給工作人員 然後就導致很多人 都沒辦法工作這樣 然後我就每一天 就一直在這樣 壓力 對 就是睡不好 然後就覺得壓力很大 然後就開酒來喝 然後就開酒來喝 開酒來喝 這是早喝酒的健康嗎 這是一個紓壓的荒市 對 今晚開戰吧 讓你永遠選被編 今晚開戰吧 讓你總是被承擔 新時代互動式綜藝 快快來訂閱 按下小鈴鐺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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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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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